演员版《我是歌手》张国立金剧评出 李宇春有点惊艳 看完《我就是演员之巅峰》对决 我差点跳戏跳到隔壁的演员请就位 今年两档关于演员的节目都愿在同一季度播出 也不知道会不会互相抢了热度 说到新人 很多人应该对李宇春演员这个身份还很陌生 虽然在很多春节档的电影中都会有李宇春的身份 但大家总会忽视他的演技 无名之辈作为翻拍的宠儿 几乎处处都能看到这部电影 以方言为主的电影我们也见过不少了 除了口音代入性强 情绪的冲击感也会比普通话更强烈 李宇春在选择片段的时候能够利用自己本身的优势 是明智了 当然作为队友的郭涛和杨迪表现也很出彩 除去方言 其实李宇春在饰演马家琪这个角色的时候 自我代入感还是很强烈的 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独感 演员不一定有多专业 但用过心思钻研过角色的人表现一定不会太差 李宇春的表演有点惊艳 我们下转了 感谢您的票 感谢您的票 感谢您的票